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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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我打電話給你姐 跟她說我們晚點到 好 佑珍 電話 對不起 喂 喂 姐 阿俊啊 警察 李宗盛 警察 警察 半年前我才辦完你爸的後事 他現在起風又出車禍 我們家到底是怎麼了 到底是怎麼了 李先生 他是第六第七節頸椎壓迫性折斷 所以造成他束腹下完全失去知覺 也就是下半程癱患 將來 恐怕要一輩子躺在床上了 這無償並沒有打敗他們 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彼此之間的信念 徐啟鳳因為車禍癱瘓已經18年了 遭逢逆境的他走過無數的艱辛 都在太太不離不棄的照顧和支持下 克服了重重的困難和障礙 不但順利地學習到電腦網頁設計的專長 也發揮了另一項才華 擔任生命講師以及電台主持工作 開創一個亮麗不敗的人生 因為我是給別人幫助而起來的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來做一個回饋 所以有的時候我可能去做分享 有的時候我可能在剪片 像我最近在做這個 附近廣播電台這個主持的部分 就是做有關生命教育的 我可以透過廣播五眼佛界的力量 我可以讓全台灣甚至兩岸三地的人 都可以聽得到 自從啟鳳受傷也來 佑珍花在先生身上的時間和經歷 真是難以數計 不管是漫長的復健治療 或者是啟鳳在空大靜修時的陪毒 還有四處做生命教育的分享 以及電台的主持工作 都是佑珍陪著啟鳳 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助手 默默地給他最多的精神支持 他很親喔 在二樓是嗎 對 二樓 今天想看我啊 對啊 這是也有耶 你以前玩我看得有力啊 你說看我我就拿你看 你很緊張 就是要這樣子 你要常常感恩 你失去 再要好想 會那個批詞之間的成長 不知道是身體會讓平均 甚至是身體會讓平均 甚至是身體會讓平均 很棒的人說 一個要充分的愛 一個要有充分的愛 這樣靠起來就是真誠的愛 對 好 經驗居足 今天也有機會看到師傅 很感恩師傅 因為說受傷了到去診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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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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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那個行李一直陪伴著 才有辦法今天說 要去走到這次 這要去獲獻嗎 這要去獲獻嗎 要去獲獻嗎 有 都去獲獻獻 對啊 再去獲獻 對 那要去獲獻 我如果要獲獻 你獲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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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要分明自己 這樣很堅強 這樣叫做神通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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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自告 對啊 你電腦快祝 我做事說 好 每次我來你就來 下飛機 好 1008年我和佑貞都受贈了 梁宇漢佳萱也加入了慈哨 我們一家都成了慈禧人 我也從一個被照顧的人 成為一個幫助別人的人 我做到了 你也可以 總統教育獎已經邁入第22個年頭 這也是我第七次來頒獎 每一次來都能夠看到得獎的同學 無懼逆境及挑戰 依然展現任性 為自己寫下新的篇章 比如我們淡江大學 徐喜鋒同學 沒有被交通意外事故擊倒 不僅自學電腦 自力更生 也透過廣播及演講 把更多的正能量用聲音 來傳遞給大家 每天立行性工作 27個函數不假他人之手 減換激勵快速退化 只因還有夢要圓 出門前我說要先做一個小時的準備 前敲鳥那個時候還沒有裝量 只要敲鳥 敲個20分鐘半小時 敲完之後全身都倒汗 擦汗弄乾了之後換好衣服了 腳要用那個竖腳防止我這個會自制性低血壓 用竖腳綁腰夾 要是行動尿套都綁好 穿褲子然後再穿衣服 然後坐上腹缸拔石或者是坐輪影輪到這個大學捷運站 我們晚上7點上課 5點多的車 我們家師姐在台北跟我們會合 簡單買個便當就吼吼唉被買 因為我已經坐著小車到學校 所以師姐來就幫我抬屁股 然後開始老師上課了 在這個上課過程中要注意我的血壓是不是掉了 我是不是要尿了 同學跟老師都在那邊 我沒辦法 我只能轉著面對牆壁敲尿 邊敲尿 敲完尿的時候 我們就要自己再拿去倒 像課堂休息的時候 然後再把我倒下去 就是因為我的輪椅可以躺平 是為了是要讓我不要有牙床 因為我們有牙床很難處理 可能兩三年不會好 考試的一些內容 然後還有剛剛這邊一樣 我幫你做筆記 放過來 好不好 內容是從第幾頁開始 我就幫他做一個建出 所以師姐說是你的小舒服 對 我是舒服 因為我把他照顧好 讓他畢業最重要 雖然兩年的時間很辛苦我們講 世界也很辛苦喔 可是能夠畢業是真的很開心 好 來 一 二 三 畢業快樂 快樂 恭喜 棒 好 這幾兩年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時候開會不見得會是在面對面 就是 縱使在線上 喜豐永遠是第一個上線的 我的印象中他是從來沒有缺席 從來沒有缺席 沒有一堂課缺席 一 二 三 耶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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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色的全家不照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当时我在接太尔下班的时候 我发生了车祸 当时我是脖子断了 这造成了四肢瘫痪 看我的手的功能都没有 其实我是胸部以下 只有四肢瘫痪了 那手脚 身体都失去了功能跟知觉 那全身没有办法动弹 不知道痛 不知道痒 跟不知道忍热 也不会排寒 连大小便都要靠我们家师姐帮忙 所以真的很感恩有我们家师姐 当我在人生这个逆境 在这个人生低谷走不出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家师姐的不离不弃 才能够让我再重新活了第二个人生 真的是很感恩师姐 那当我四肢瘫痪躺在病床上 全身插满了拐线 什么引流管 呼吸管 什么一大堆 我脖子又被铁架固定的时候 那我只能看着天花板 看着天花板的时候 满脑子都想着不好的念头 想要能够想怎么样了结自己 可是我连要了结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我不想造成我们家人的负担 当时又得知了我们家师姐她 有怀有身孕 我儿子才一岁多而已 现在我又四肢瘫痪了 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就非常的沮丧 那在深夜里 因为白天家人来不敢难过 在深夜里面跟我太太抱头痛哭 那真的是 因为有我们家师姐不离不弃 一直鼓励我 还有上人尽诗语的教导说 心转 静就转 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钻牛角尖 我们要看得开 那用心来转静 不要背静转的心 那当下我的心静就很自在 其实很重点是 我们家师姐在我旁边 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 所以还有上人的法的一个陪伴 就让我能够转念 用乐观来面对这个无常 面对困难 是 齐宫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回想当时 大概齐宫出车后的前半年 刚刚影片也有提到 就是那时候我公公 就是齐宫爸爸刚过世 所以那时候 我刚好也怀老二 其实我那时候刚好怀孕 但不晓得为什么就有小产 然后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齐宫出事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说实在我也觉得 怎么一件事情一直来 我也没有办法接招 但是我还是面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你便宜照顾他 我就觉得 是太累吗 为什么想吐就不舒服 结果我就方便在医院就检查 就原来是我怀孕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应该是说 旁边周围的每一个人 其实认识我的都会说 你敢要生 你现在你生生的车位都在面前 小孩又有小孩 你现在在肚子又有心 你敢要生 你要生吗 其实这句话 我都听在耳朵里 我会觉得 我要生啊 其实我一直跟师兄 就想要有两个孩子 我觉得两个孩子比较刚好 有了好的商量 两个孩子 所以那时候 我也觉得说 那万一先生 这个病真的什么时候会好 当时28年前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脊椎损伤 其实医生跟我解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 他只有告诉我说 他未来可能要做轮椅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可能他连生育的机会 我们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我当然一定要生 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两个也商量 我们不放弃 一定要生下他 再怎么困难 那我那时候是一边害羞 但是我在医院又要照顾他 然后呢 因为我只有请假请 大概一个多月 我就又要再上班 不然没有收入 所以我就一边又要上班 然后就以医院为家 那有时候我还要回到泰山 因为那时候刚好 就找的奶妈 就是在泰山这样子 然后 因为娘家是在淡水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医院上班 泰山 还有就是那个 就这样跑 我也不晓得 我一天24小时好像也都 时间都用完了 那因为他开到还蛮多次的 而且会有一些感染的状况 所以常常就是以医院为家 大概有一两年是这样的一个日子 那我每天就是大的肚子 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那就是要帮他一样灌肠 做复健 洗澡 这些都是在医院都要做 那我那时候 那个以前那个病床 陪伴的病床 就是那个晚上睡觉陪伴的 不像现在都有一个躺椅 拉直就可以 以前是自己要带 那个折叠椅 自己家属自己要带 所以我就是躺在那个折叠床 那肚子大躺 那个折叠床其实很不舒服 要爬起来也不好爬 所以那时候我也常常自己在夜里 我就晚上我们自己夫妻俩就会讲 那虽然也很辛苦 但是很难过 但是我还是要安慰自己 我觉得说日子 又到怎么疼痛 也是要过 笑笑过也是过 所以我就觉得 老公有疼就好了 你有疼很重要 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要想好的 不要想坏的 有人还可以商量 不像有的可能还没办法跟你讲话 那可能更苦 所以我觉得我还好 那我会觉得说当时 来师兄你再继续讲 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太太就睡在这个 简陋的这个塑胶折叠床上 随着她这个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光要起身都很困难 只是她为了要防止我会入窗 她随时要顶着这个大肚子 帮我翻身拍背擦身体 还有倒尿 还换尿布等等做附件等等 所以自从我受伤27年以来 我们家师姐就不曾一觉到天亮 而且常常因为过劳 因为她照顾我很辛苦 要帮我178公分 她才160公分 我的脖子还固定着 非常辛苦 常常就过劳了 那差点太后就保不住 医院知道我跟我太太的感情好 就在那男生病房里面 破例 让她在旁边打胺胎针 真的是很感恩 那在我受伤九个月之后 那我们家师姐就先帮我 办完出院 然后我在家里安置好了之后 她在自己独自一个人 回到医院来待产催生 她独自一个人进产房 忍耐的振动 这是很难过的 我在家里都很难过 那忍受着振动 跟一个人迎接着我女儿的到来 我们家师姐的坚强 这让我非常的心动 并且我立志要振作起来 那真的很感恩说 在我遭遇到人生重大变故的时候 我感到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 是慈激 是我们慈激真正救了我们家 救了我的命 在我住院的时候 真的靠我的医疗费 加上我太太在刚生产完 那现在又在照顾我 根本完全没有收入 那政府单位 我太要去申请了 她说你去年的所得那么高 我好好的 我当然所得高 可是我现在是发生了车祸 不得已要来申请 那时候我再回来 真的是我们 我们不在乎的 真的 是慈激 那个时候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慈激帮助了我们 我说比政府还要政府的 在当下救了我们的是慈激 他帮助我们给我们孩子奶粉尿不浅 还有生活的补助 很感恩我们成为了慈激的感恩户 而且整天卧床都四肢瘫痪的 看着天花板而已 因为师兄师姐她常常来关心我们 来关怀我们 给我们月刊 还有度的录音带 真诚的安慰我 也陪伴我们家师姐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度过难关 翻转我的人生 你觉得刚刚启宏讲的那些画面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也是 当时她在医院 她是很认真的病人 其实她都一直在 就是努力做腹剪 那因为她也希望说 反正我还年轻嘛 跟她拼了 总有一天 这个医学会发达 我有一天会好 会站起来 她就是这样子鼓励自己 所以说她都常常做腹剪 端念到自己 可能移位 然后肌腱发炎 因为她自己 还能够就是手撐着 然后倒退 可能这样来移位 这样也可以减轻 就是家人照顾她的这个 我照顾她的这个负担 那她出院之后也是一样 她就是 人家说到有 有帮助 我们就去 不管是综艺 不管是神坛 还是那个 当机 就是各种我们都有去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吃虎子 把你噴一下 你对的都淹去 那样我们都有去 然后吃中药一帖 可能那时候五百块 我们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吃 还有拯救 其实我们很多 我们都有做 我们觉得不放弃嘛 还是 所以才会花很多钱嘛 那时候我们有请到 那个美国的那个 超人团队的那个医疗团队 他们有一位医师刚好来台湾 所以就有做那个手术 是神经移植手术 神经移植手术就是 把她的那个肚皮 就是那个包膜 腹部的包膜 包着那个脚 就是取那个脚部的那个神经 然后把它包着之后 放在颈椎的地方 让她看可不可以再生 这个是二十八年前那时候 做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当时台湾都不会有 这样子的这个医疗 还没有到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真的也花很多钱 然后就把 大概半年我们就把所有的钱 其实都花完 所以才有刚刚启鸿讲的 我们走投无路 只好去请就那个 那个时候叫做 不是叫区公所 那时候叫做正公所 那看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些补助 不然我已经停薪嘛 我生了之后 我是一个人照顾三个人嘛 那当然没有收入啊 然后娘家能够帮忙的 真的也有限 像我爸爸有时候 都会拿个一千两千 可能要我买尿布 或者是买奶粉 然后我喂母奶 还喂了一年 我想说能够减少奶粉的支出 所以我们那时候 是这样度过的 那就是 人走到困难的时候 因为慈奇的帮忙 然后因为在医院 我们认识了慈奇的世界 慈奇的世界看到我们 他就提报 因为他看的眼里 也是因为我们进进出出很多次 所以他觉得说 我们可以吗 就是有没有需要帮忙 那我是跟他说 我现在都住在娘家 那就是小孩子嘛 要也要照顾 因为晚上要喝母奶 所以他又住院的话 就没有人照顾他 也没办法到医院去照顾他 因为小孩子会一直哭嘛 所以我就要请看护 那时候看护一天也是一千六 有两千 那政府补助的真的也很有限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住院三十天 一个月就要六万的抗付费用 我们付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困难 那你看这张照片 刚刚师兄有讲 这两张照片 其实就是受伤前 他背我 受伤后是变成我背他 其实他刚刚讲 他178公分 160公分 我背得动他 其实他很轻 因为他一点都不重 他就是我最爱的老公 我背得动他 所以大家相信吗 刚刚画面都有看到 真的很感恩人家 像我们家师姐后来就是 去父子了之后 我在家里也要当奶爸 孤小朋友 他觉得说卧场的父亲 怎么来管教孩子 真的我孩子就像天使一样 平常的孩子 哪是老婆 要跟他说 走跟他背 那可是我的孩子 知道爸爸不能走路 自己拿着棍子 来让我教死他 这是在习惯了 快快就站在那边 然后那个呢 他们乖乖的站在那边 哥哥已经比较大了 他知道说他被罚站 好像奥嘟嘟嘛 然后妹妹很天真 还不知道他自己被罚站 因为我是眷村长大的孩子 从小就是军事化教育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这样 那我也是这样教孩子 我不觉得自己有错 可是往往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后来师兄就告诉我说 教孩子要用智慧 因为你就是 那我来忏悔来改变了 来教孩子的方法 我们说 小孩就是吃麻就没怕 吃打就没疼 我也是忏悔我自己 说军事化教育 都说的不对 那我不能用打骂的 要用举例来说给他们听 让他们能够学会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一般的孩子在这个 那么小的年纪是无忧无虑的 可是我的孩子是要照顾爸爸 拿水 穿衣服 盗尿 孩子在放学的时候很感恩 他的老师就包了中午的营养午餐 那回到家我们晚餐就有着落了 真的是很感恩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再度过日子 几峰刚受伤之后 他就是大小号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每天其实 二十八年来 他就是从敲尿到灌厂 还有附近都是我每天要做的 其实这个就是 别人可能眼中觉得很辛苦 其实这就是我的日常 那我常常也有人会问我 说这样很辛苦 你不知道怎么可以这样过 师姐你也不简单 那我其实我是自然而然就做 因为我没有想很多 因为我觉得说把握当想做就对了 上上常告诉我们的 那我也是尽我太太的责任 来照顾我先生这样 所以我每次如果像我们当时呢 从感恩户之后呢 我们就也成为手心向下 然后帮助别人成为会员 那之后培训 然后受证 然后每次生命分享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我背着他 到处就是都能够去哪里 都没有障碍 所以我老公都说 只要有我在 他就没有障碍 确实是这样子 那女儿的到来 老二是生女儿 老大是儿子 然后我觉得女儿就是 那时候他生了之后 我有时候都会放在戚风旁边 说你照顾一下 我来无人办法的事情 所以他也有很强烈的求生意志 他每当够够印 所以他也没方便 那小孩子是在我们人生 最艰难的时候 来到我们家 投胎来我们家 所以我当时其实 是真的 差点也是保不住他的流产 所以才说要答案太真 那时候你看女儿 就在我的肚子里 那时候他就一起 我们两个其实一起在照顾 照顾师兄 对吧 他在我肚子里 所以我都说 你从小就跟着我一起照顾爸爸 你都很乖 所以这孩子很贴心 所以他也在我们吃鸡人的 这个帮助成长 这个环境下成长 所以他呢 他当时也选择自己要做 要去念那个花莲吃鸡大学 他念那个医学资讯科 然后他毕业之后也在我们的 持愿 留在我们的持愿 然后在这个资讯室 就负责那个HISV的 那个六院资讯信系统的一个建制 然后还有维护 然后因为这几年 其实前年去年 他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那就是住院啊什么都常常 所以他呢就常常也要再爸爸 然后也要就近照顾爸爸 所以现在是在我们大爱台人文之业中心的资讯部门服务 这样子 所以孩子们长大了啦 现在真的长大了 就算他怀孕的时间跟他受伤的事情 就是他现在你看 这个女孩子也年纪也大了 二十几岁了 好 然后呢 他呢就是都开车会载我们 就是爸爸要去哪里 或是于宴去哪里 他会开车载我们这样子 然后他是来报恩的 所以我都常常说 这个他也是在耳濡目染之下 心怀感恩心这样子 是啊 我们女儿是吃雌鸡水米长大的 因为有慈激的照顾 所以他今天 他也是常常都想说感恩的心 他也在大爱台工作 那很感恩上人鼓励 就是说我在受伤十二年的之后 有机会能够拜见上人的时候 跟上人报告说 因为有上人的法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们才能够走过艰辛一直到现在 那当下赶快跟上人发言说 我们在做志工呢 上人他就鼓励我说 你把电脑抹好 你也听回来把电脑抹好 刚刚影片上也有 所以上人就总是鼓励我们 另外在有一次回心灵故乡的时候 拜见上人的时候 也跟上人报告说 求您我口说慈激 见到人就说 慈激怎么救了我们一家人 上人就说这样很好 那鼓励我要常常来分享生命故事 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 那这样子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那手心向上是受阻 手心向下是助人 之前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接受我们慈激 还有大家的帮助的时候 那当我赐利了之后 一样我可以翻转手心 虽然我的手已经坏掉了 可是我一样可以透过我的能力来帮助大家 我可以做个手心向下助人的人吗 人家说你四肢汤万 你跟人家做什么志工 我们师兄师也都是非常强 那我说我当下做幕后见习培训 然后最后受证 我也是排除万难 难行 难行 那时候培训课程的时候 我每一堂都到 都提早到 跟我读书一样 这个背后是因为我们家师姐帮我邀好 带我去上课 这样子 我也能够做到 那我参加这样子上 我在2008年的时候受证成为委员 当时由师兄自主机动班 因为我跟着大队走 不好意思 会影响人家 我们的母亲自主机动班 吵我回来七年的故事很感恩 那当时在这个蒋经堂的台上分享的时候 跟祥宁报告说 祥宁 得出重来 当下眼泪是止不住的 然后真的是 因为我们是排除万难才能够回去的 所以当下那种感动真的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 那真的是向上人教导我们 人生难只要有心去克服它就不难 那受证只是承担的开始 当时很感恩师兄师姐 我要做人文真善美的剪辑的工作 师兄师姐把这活动的影片拿回来 我做剪辑是不是反复要一次看一次 我也参加了活动 这是我也可以做 然后很感恩也让我们学习做人事户外干事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我在培训受证辞呈 我很欲望 我培训两次 回去心灵故家两次 一个委员受证 一个辞呈受证 这能够更感受我们慈祭的法 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们家师姐做仿事的时候 以前我们是感恩户 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慈祭做仿事 关怀的时候是非常的专业 除了师兄师姐的陪伴之外 还有社公司的一个专业评估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帮助 我们自己做这个关怀仿事就知道 我就做仿事记录这样 我也可以参与对不对 然后师姐担任师姨的时候 我就来做师姨稿 我都有跟上 我没有落对 然后真的只要有心付出 就能够做慈祭 我在家里我师姿探望 我一样做慈祭 所以大家都能做慈祭 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严重 那我也听上人的话 到各级学校 监狱 看守所做生命教育的分享 有受刑的同学就回馈说 你行动不方便就来给我们关心 我们好家好手 没做好事 没走好路 后面出去不再来 让我感动到这个助人的一个喜悦 能够转而为善 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 这也是上人一致教导 我们要做的一个本分式 那也参加这个是穿勉这个镇灾风灾的时候 全球慈祭人的一个慈星父母爱 那回到那个街头去 跟大家做慈星的动作 那个有老人家有那个小朋友 很感恩 感恩师兄他给我拿这个圈木箱 那个都是大家的爱心一点一点 我不敢放 真正越来越重 回到家里的时候 拿起来看说我脚黑色 这都是爱 这里面都是爱 这很感恩 那当时拍摄故事就是 刚刚也有看到就是帮我飞翔的一些片段 那时候播出其实有很多人都跟师兄联络 那他们心里面的苦或者是过不去的难关 都会想要跟师兄就是联络 然后好像师兄就成了心灵的导师一样 帮他们辅导 那有一些个案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持续的在辅导 这样子 那大家会想这个家 因为有人常常跟他祁风讲说 你就是带着一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老婆 对 对 对 好 但是我 我就常常讲说 祁风其实他是一个打不到的俑者 因为上文有说我们就是甘愿做欢喜受 所以表面上做事是我 但是后边如果要出电子要问意见 我们来跟他参照我都会问 因为他很棒这样 那那个我在家里我就透过电脑 那师兄师也带谢坤山师兄来鼓励我说要看自己拥有 不要看自己失去的 我想就透过网路 透过网路 还有透过这个键盘就是我的双手 网路就是我的双脚 在网路上谁知道我死死瘫痪 对不对 我一样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自学架设网站 那参加这个我们的团队 我在家就能够工作 一开始就做职讯局的这个线上带领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辅导了一千多位的这个 身上朋友在家里就可以学电脑这样子 后来我就转往那个职讯局的职灾专线 我是职灾 当年没有人可以问 那现在呢我可以透过我们的职灾的经验 提供政府相关的资源来给这些其他受职灾的朋友这样 那当时也这个得到这个精英奖的肯定 但是重点是我穿的是磁器制服 我也身为磁器人为荣 所以任何的场合 刚刚总统交易奖也是一样 我就一定是穿着磁器的制服 那我带着磁器的爸爸妈妈一起去领奖这样子 那我听上人的话 那个企划制作主持人刚刚讲 附近广播电台和书美好节目 在2013年播出之后 一共到后来是到就是七年五个月的时间 来访问人品典范跟生命勇者 一共播出387集 后来我也有机会在2018年的时候 在这个大家网路电台 听见生命力主持节目这样子 那很感恩就是用人品典范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用生命来感动生命 那当时有机会能够入围 那我也在做南回协会跟南回基金会的资管工作 很感恩就是受伤之后我做的事情是 都是助人的事情这样子 那五十周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就是 我们翻转人生这本书 那里面也有我们的第六篇就是我们的故事 那当时我们也都有做分享还有签署会 那其实到各地区 齐宫就像大家就是在想象 有些人真的受伤的时候需要被鼓励的时候 这个时候齐宫那就发挥了这个效果 那齐宫他非常的勇敢 就好像在我们这个无量医经里面有谈到就是 譬如船师生有病 若有肩周游度人 这句话就是就好像在抢齐宫一样 所以齐宫他虽然身体有时候有一些病苦 但我觉得他都还是一样都能够 就是自己也能够度自己 然后也能够度人 所以我觉得他很棒 然后忙人重建医院 重建医院新庄那个重建医院 他也都常常去鼓励那个市长的朋友 我们每年内都会去这样 因为生肢能力越大帮助的人越多 所以我才考寿司办也是听上人的话 那我也真的是努力 虽然刚刚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克服了困难 也完成了我的血液这样子 那在前年的时候七进七出医院 当时的身体真的很不好 但是甚至于因为这个拜学性休课 我住进家务病房 那更是报受 当时我剩下五十公斤 报受十几公斤 那即使住院在掉点滴 我还是透过远端视讯来参与会议 那个课程 你看我们刚刚教授有讲 我没有一堂课缺席 这是我的习惯这样 那我也毕业了 那那个当时去那个花莲做手术的时候 安师傅就鼓励己逢说 你不只要说你身体要好 你还要发好愿 当时我就发愿说 身体赶快好起来 快乐做直击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愿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感恩